另外每一週一會跟大家報告一週來的這個 病毒定序的情形 我們上一週總共是有完成50例的本土 個案的定序以及24例境外移入個案的定序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這個圖的左手邊 藍色的部分就是BA.5 他仍然是佔不管是境外移入或者是本土的 最多數 不過在境外移入的部分 他的這個佔比有逐漸在減少的一個趨勢 雖然還是排名第一名不過後面就是有好幾個 不同的新興變異株都有在這個 消漲的一個狀況上週其實第二名是BQ.1 那這一週的第二名又變成是 BA.2.75 這也是顯示說他事實上 亞洲來源或者是歐美來源的這個不同會決定 他可能每一週每一週這個病毒哪一個比較多 哪個比較少的情形看得出來就是說似乎在 這些性侵變異株裡面沒有一個毒霸或者是 一個病毒株獨大的一個情形 所以後續是不是一定是BQ.1 還是2.75會壓過其他的這個目前還很難預料 歐美的部分是BQ.1居多 不過在我們亞洲這邊看起來就是說 2.75不管在日本跟韓國都有在增加的一個 狀況 所以仍然是需要密切監視這一些 變異株的一個情形 不過好在是說這些變異株都沒有報告說會導致重症 或住院的增加 然只是傳播力有比較強一點 那有免疫逃脫的一個優勢 不過看起來並沒有在這個毒性或者是致重症的情形 有改變 那在本土的部分仍然是這個BA.5 占絕大多數 百分之八十四 不過還是有零星的減出一些 這個其他的新興變異株 那這個其他新興變異株是以這個2.75較多 那但是也沒有到百分之十以上 所以後續是不是2.75一定會 成為下一波目前也還在觀察 那以統計來看的話 目前我們減出的新興變異株 在境外移入的部分就是BQ.1跟SVP都是21例 那BF.7的部分 上週是比較特別是有從中國這邊有減出1例的 這個國人 反國之後有症狀被我們驗到這個是陽性之後 送定序結果是BF.7 那大家比較關心說 因為中國現在疫情升溫的狀況 是不是會有一些新的變種病毒 我們上一週是有減出2例的中國境外移入 完成定序 分別就是剛剛提到這個是BF.7 另外還有1例的是B.A.5 那不算是新興的變異株 那這2個都是我們目前掌握到 在中國目前流行的主流的病毒 就是BF.7 特別在北京周圍 另外就是說BF.5 B.A.5的話 則是在大多數的省份都有在流行 所以目前並沒有發現說有這個 其他的這個 新興的變異株被我們檢出 我們還會密切的注意 本土的部分就是有新增 這個BQ.1 2例 然後XBB1例跟BF.71例 這總共就是4例的個案 都是重複個案的個案 都是屬於輕症 有這個北中南東事實上都有 那目前看起來都沒有導致說有 影響到BF.5成為我們的主流病毒的一個情形 以後續持續觀察 以上報告